好久没看半嘴了 结果没想到吃瓜群众的吐槽功力越来越大胆了 马伊丽就被吐槽的晕头转向 一会说马伊丽把眼睛丢了 说她的眼睛颠崩在下连 从此之后就是走下坡路了 一会说马伊丽颜值 不高品位不好 眼春瓜根本不用化妆 最狠的是这条 说马伊丽是胸下垂 结果没想到被马伊丽华丽摆机了 说我不是胸下垂 我根本就是平胸 平胸垂不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是自黑 但很精彩 我看完了整个节目 其实马伊丽被吐槽 最多的还是她的衣品穿着问题 占据百分之五十 先是从距离吐槽 都知道那一粒眼的罗子军 是个非常可怜的女人 但是她的穿着却很让人想打她 大红 大鹿 大黄 赤瓜群众说 卢子军穿的 简直就是红绿灯加圣诞树 这事很像了 只是没想到去斗博了一年了 赤瓜群众都还记得 说尤其里面 还有一件荧光绿色的裙子 赤瓜群众说 穿这么绿的裙子在身上 能不卖绿吗 嘴巴也是很恶毒了 不过 骂依丽也解释了 她这么穿也不是出于本意 而是导演说的 她负责花红柳玉 至于高级的黑白龟了 要用圆圈来担当 但解释没有 距离的衣服可以甩锅 那生活中的私服 吃瓜群众还是没有放过 生活中的满意力确实很随意 吊带 牛仔裤 拖鞋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结果被吃瓜群众记在心里 说满意力是吊带批发商 我翻越了一下满意力的日常 确实是非常喜欢穿吊带裙子 吊带的衣服 像是批发了很多件 但没想到满意力听到批发商之后 我反而很霸气的回应 说自己不仅是吊带批发商 还是牛仔裤和拖鞋的批发商 说的时候还表霉 我批发我骄傲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还有个吃瓜群众说 上海女孩真的可以 这样舒舒服服的出门吗 满意力回应 就这样心安理得的出门 我觉得满意力真的非常酷了 尽管被吐槽那么多次 但依然坚持自我 就是要这样穿 我觉得演员敢这样随意出门的 真的就是内心强大 只管自己舒服 不管别人的眼光和镜头 在该打扮的场合 满意力也绝对不敷衍 看一下映照发现 其实满意力还是很美的呢 但是没差 就是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